第一个大概就把环境先设置好 设置好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后面就会陆陆续续 再来讲云当白榜里面的相关的应用 从今天就是01部分 有关那个环境的设置部分 那当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我们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请各位回去之后 给各位一个注意点 回去的话 你回去就是再把那个环境 在家里再弄一个看到 或者在公司弄一个 反正就是一样的流程 那主要当然有几个比较重要 因为今天我们下载的速度 比较慢一些些了 如果我想应该回去快 应该如果你网络只有自己在用的话 比较不这个问题 至少你要先准备有三个东西 下载三个 第一个的话到开场那个官网 去下载最新的版本 他这边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3.6 最新的3.64 另外一个2.7 那当然2.X的版本 其实主要是相容旧的版本 所以目前当然我们比较少用到 第二个话就是说你下载的 安装的话特别初一 就是你装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同学都比较容易 直接直觉的直接把它点击了 点这个就错了 记得一定要点下面这个 建议是把它安装到一个根木底下 不然它一尺的公路 一长串 其实它装哪里 C底下的一路测试 底下的一串 你快找到它 可能是清新忘 它有东西好像有装错了 另外的话 Espace这个一定要打勾 因为如果你没打勾的话 将来我们要再装些东西的话 可能会出错 第二个的话 Evibus下载这个环境里面 当然我讲过 如果你是32位元的话 记得它跟什么有关系 跟JDK有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 你使用的是 下载的是32位元 JDK要32的 因为JDK它有分那个X86 X86跟那个 还有X64 那如果说你那个版本选错的话 即便你有装JDK 事情也无法执行 所以这个版本 可能跟JDK比较关系 这点也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 就把那个 Install new招备把它装起来 那这个装的困难当中 可能这边环境还是有问题 回去也是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路径直接贴上就可以产生 那这里的话 就是新增专案部分 专案如果你已经有装了外挂之后 这个发觉应该在Azios里面出现 不过新增专案前 好像还要做一个设置 这个另外一个设置 应该打几个字 可能要设置一下 那个路径 在这个底下 有一个 新增专案之后的话 到时一下 底下就可以把你还是不可以用进来 如果这个没错的话 你将来在实行 那个Python的那个Model的时候 它会处理错误 也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找不到 你的那个Python的路径 那其他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 这边除了说我们家的外挂之外 因为它其实还可以 像开发什么 后面如果对那个Python应用 像我们现在直接执行到 我们的Countle底下 可是未来如果想要把它执行到Web 网页的话 其实蛮常用到像Trungle 这个框架 这个还蛮 你其他也可以开放一个Trungle框架 比如你写好的Python程式 其实也可以放Web上面也可以用 它概念其实都是一样 基本语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底下的话 在New一个Package New一个Module 然后把程式直接打上去 不过其实是因为事太小 所以我们才有设定的 这路径我想我有把它开装 如果你忘记的话 回头再看一下 再来就是会有乱码的问题 一设的话记得 你这个环境把它改为YouTube8 那这样的话将来再疏突 这个加总的结果就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第一个单元 那下一个上课的话呢 我们就会再往前推进的话 那再来就是一些基本语法 跟那个结构控制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 好像要有点时间 那我们可以再练习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一样 再开启那个基本语法 那基本语法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 会需要知道什么 什么叫变数 好我刚刚讲过呢 变数 第二个呢 什么叫它的形态部分 它的形别或形态 那呈现的话 当然的话 我们会有像自传 或者像整数int 或者是说 它有小处品的话 是有flow 另外呢 你可以放很多个资料 它是一个list ok 那你像是其他 叫什么阵列 如果其他语言 就一般叫阵列 不过在这边的话 它是一个list 而且list的特性 蛮特别 你别的地方的阵列 只能放同一种型别 但是这边可以放不同型别 你可以list里面 可以放文字 可以放数字 可以放诅点 可以放不一样的东西 那后面当然 我们还有tentional 等等的 所以请各位待会 再可以其他 形别的转换吧 比如说在这边的话 请各位 也是一样建立 总共会有五个 五个变数 X1到5 那里面的话呢 一样把一些文字放进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整数 然后诅点 那练习一下 主要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的话呢 总共有放四个东西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第三个刀出来的话 我要怎么去去说 其实跟阵列蛮像的啦 只是说我觉得 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可以放不同的型别 然后一样的话呢 这边可以练习一下 像刚刚同学 也用那个person之外 也可以用end 然后end 这个要少用到 你可以试着各种的这种预算方式 然后最后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然后面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看到所谓的那个 多益资源 多益资源 其实就是里面有一些 可能多加一个反约线 可以让它做换行 或者是做那个tab 可以加tab的部分 那请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